焦点转回了国内来关心到澎湖著名的景点西营虹桥 在五月花火节释放烟火的时候 这个烟火淤尽烧到了桥面上造成了火势 步道也因此受到毁损 澎湖县府表示说将会出钱收复 但是已经都快到了十月 迟迟没有动工 让附近民众质疑 县府的效率是不是有点慢 走上桥上可以明显看到被烧毁的步道 表面凹凸不平斑驳样子已经维持两个月 民众表示连禁止进入的黄色封锁线都被风吹到烂掉 修复工程却迟迟未进行 那杀毁之后他七月中就贴出这张公告 要修复管制到八月 今天已经是九月二十七号二十八号了 这张公告都还在 那整座桥两个多月我常经过 发觉都没有在事工修复 澎湖著名景点新营虹桥 因为有着七彩灯光 入夜后美丽风景 让许多民众会在上头散步 不过却在五月花火节烟火释放时发生意外 整座桥起火燃烧步道受损 县府贴出公告会花钱修复 只是都快进入十月 虹桥依旧没有修理 让民众质疑行政效率 前阵时同管处追风音乐节的活动 那因为活动的人潮很多 那我们怕施工的时候 跟人潮会有安全的问题 那所以我们也决定将改善工程 安排在整个活动结束后 县府表示已经安排厂商进驻修复 会尽快完成整修工程 另外民众担心的阶梯湿滑 也会在这